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讲两个组合电路分析的例子 在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组合电路分析的有关概念和基本的方法 我们知道呢 组合电路分析实际上就是用语言和文字的方式 对所给出的逻辑图进行功能的描述 抽象的来说 就是从电路语言到人类语言的一个转换过程 而这里面所使用到的方法 主要还是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 逻辑的四种不同表达方式 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过程 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 走到哪一步能够方便我们进行规律的总结 那么我们就在那一步停下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请描述这个逻辑图的逻辑功能 我们发现 在这个逻辑图当中 四个逻辑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比较复杂 我们很难直接达到它的功能 于是乎我们开始进行逻辑转换 有了逻辑图之后 我们最方便做的事情 是构造它的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的构造过程 是一个非常之典型的技能 具体的做法就是从输入端开始 依次从左往右写下每一根管角的逻辑表达式 最后就能够得到输出端L的逻辑表达式 得到这个逻辑表达式之后 我们发现 还是很难总结出它的规律 于是我们再进一步 当有了逻辑表达式之后 我们最方便做的事情 就是构造它的真字表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 真字表当中所刻画的输入输出资金的关系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现象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当L为1的时候 输入信号当中有一个1 下一个 当L为1的时候 输入信号当中还是有一个1 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 当输入信号当中1的个数是1的时候 那么L的输出就等于1 这种情况是不是满足于所有的可能性呢 我们来看一看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发现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 还有其他的情况 也可以令L为1 那么这些其他的情况 又有哪样的一些特点呢 比如在这个组合当中 当输入信号1的个数等于3的时候 L的输出等于1 当输入信号1的个数为3的时候 L的输出等于1 那么是不是其他的 输入信号1的个数为3的时候 也有相同的情况呢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是这样子的 以示范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现象 就是当输入信号当中 1的个数为基数的时候 L的输出是等于1的 类似的 我们还可以进行后面的观察 也就是当输入信号当中 1的个数为偶数的时候 L的输出是等于0的 观察到这种现象 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总结了 也就是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一个 机偶校验电路 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当中 一共有6个输入变量 和一个输出变量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和电路连接 非常的复杂 跟上一题一样 我们很难直接 描述它的逻辑功能 于是我们开始进行 逻辑转换 在电路图的基础之上 我们最方便做的事情 就是刻画它的逻辑表达式 然而 拿到逻辑表达式之后 我们发现 还是很难描述它的功能 于是 根据我们的经验 下一步 要开始尝试 构建真值表了 但是 细心的同学 应该能够发现 在这个逻辑图当中 一共有6个输入变量 如果我们直接 构造真值表的话 那么 这个真值表 将会非常的庞大 非常不利于我们 去进行规律的总结 于是我们有必要 对这个电路图 进行一些观察 我们发现 6个输入变量当中 S3到S0的连接 有一些特点 这四个输入变量 是连到 雨门的 那么 类似于我们在 组合电路当中 使能端的应用 这四个输入变量 如果取0的话 那么将会 关闭雨门 使得连接在雨门上的 其他的变量取值 完全无效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S3到S0 实际上 具有选通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 A和B的组合 将会通过选通的方式 走到F端 输出端子上面 因此我们在构造 增值表的时候 就要对 A和B的取值 有所谨慎 可以不对 A B进行 直接的复制 下面 我们根据前面的观察 来构建 逻辑表达式的增值表 通过对增值表的观察 我们发现 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 确实符合我们前面的猜测 当S3到S0 四个变量 分别取不同值的时候 输出端子F的值 确实是A和B的某种 逻辑组合 因此 S3到S0 具有选通功能 我们可以进行总结 这个电路实际上 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函数发生器 下面进行一下总结 通过今天的两个例子 我们再次强化了 组合电路分析的基本概念 和有关的做法 组合电路分析 就是用文字和语言的方式 对给定的电路图 它的功能进行描述 而具体的做法 主要还是依照于 我们之前所学习到的 逻辑的四种不同表达方式 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过程 这个转换的起点 往往是多千变万化的 但是终点 通常情况下 都是真字表 我们对真字表的分析 观察 现象的总结 形成规律 然后最终形成 电路功能的描述 在今天的两个例子当中 我们是以逻辑图为起点的 我们知道 从逻辑图到真字表的转换 通常情况下 不是一个直接的转换 往往需要 以逻辑表达式为跳板 进行转换 在未来的应用当中 我们还有可能是以 波形图为起点的 也有可能是以逻辑表达式为起点的 组合电路的分析 不管是以哪种提形出现 那么一定要记住 使用逻辑转换的方式 这就是今天的立体讲解 各位同学 再见 再见